好生气 Lily Fruity OK 所以按照惯例呢 我都会从健身房开始 自己新的一天 今天练的是腿 哇好久没有练腿 真的是酸爽到爆为止 自己练完以后呢 我就去工作室教课了 今天是周末 所以所有机器都是满的 而且大家练得都好认真哦 今天不错 老师给表扬 然后还给一个电脑游戏过渡的客人 做了拉伸 非常僵硬 这位客人 极度难教 下完课我就直接回家了 因为最近纽约天气不是特别好 但其实你从家里往外看 这种雾蒙蒙的天气 还是挺美的 对不对 下午再来给自己冲一点维生素 今天榨了一个菠菜 还有芹菜 黄瓜和叶子水混在一起的 甜甜的很不错 很好喝 喝完果汁 我就待在家里设计一下 下周要给学生上的课 和我的小狗子一起 窜来窜去 这个小狗子 还顶着我一直看 可能他也想练普拉提 今天点了一个外卖 这一家汉堡包就做的像那种国内的味道 特别好吃 就是那种国内肯德基的感觉 然后奶茶也特别好喝 甜甜点 我们看这两人吃的超级香 虽然不是特别健康 前段时间我没有上传视频 是因为我一直忙着在外面玩 去年去了欧洲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照片和视频吧 我的第一站是瑞士 这是日内瓦的大瀑布 虽然真的很大 但是其实还蛮无聊的 在法国吃的奶浪小火锅还不错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真的超级美 就跟天堂一样感觉 真正的天堂 这是阿尔卑斯山的顶峰 Top of Europe 去之前呢 我们查了攻略 说在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瑞士国企 只要走五分钟就可以了 但其实我们走错了路 走了一个专业登山运动员的一个track 然后结果我们花了三个小时 真的是最后累成狗 毫无防备 我去瑞士的时候是九月份 所以山底的天气特别好 绿叶聪聪的 看我骑着个小车 很舒服 但骑的时候超开心 最后不小心甩了一个跟头 还是有点惨 但当天晚上我兴致还挺好的 还去泡了温泉 看了日落 超级无敌美的日落 瑞士的城市也很漂亮 但其实我更喜欢瑞士乡下的这种氛围 看这个可爱的小羊驼 然后我还去做了滑翔伞 凉嗖嗖的心狂神仪 哎呀话说回来 今天还想多说说我的小狗子 最近呢他新学会了跟我玩小兔子的游戏 就是我把兔子丢出去 然后他捡回来 我跟他拉拉扯扯再丢出去 然后他再捡回来 他特别喜欢这个拉扯的过程 我听我朋友说这项技能很多小狗需要很久才能学会 但是我的小狗学的还挺快的 所以内心窃喜 这是他饭点的时候 乖乖等着背送饭 先等再吃 超可爱 小狗有的时候想咬我 我就把他爪子塞到他嘴里 想让他看看有多疼 但是他很聪明 一塞他嘴里 他就开始不咬了 我们的小白狗超可爱 哇这个静静居然hold住了 不错不错 颜值可以 完了一整天我们小土豆也累了 看看这个小眼睛都要闭起来了 好了那我的视频也就先录到这里吧 我们下回再见 不定期更新哦 拜拜